第七十一章 苗友方 卧室里 床榻边 几盏烛光带来火色的光韵 洛玉恒的脸一半被染成温润的橘色 一半被阴影覆盖 正如他此刻遇女和仙子交织的形象 在许七安看来 有着难掩的魅力 洛玉恒惊怒交集 并伴随慌乱情绪 他知道这个时候 许七安的出现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诱惑 同时 竭力对抗夜火的他 没有余力把这小子挂在飞溅上 送到十万八千里之外 倒不是真的做不到 只是 那样做的话 势必无法再压住夜火 到时候 身边无人双修 反而死路一条 洛玉恒咬牙切齿道 许七安 你想用墙 你这说了什么话 上来就戴高帽 我会被乱拳打死的 许七安关上门 向着床边靠拢 在洛玉恒紧张又警惕的目光中停下来 国师 我想问的是 如果今夜不双修 你明日势必要再与我双修 不然抵抗不住夜火 洛玉恒冷冰冰地看着他 没有回应 明日 是七情中的哪一种 许七安问道 七情出现没有定律 洛玉恒看了他一眼 目光不受控制地从许七安俊朗的脸往下一动 掠过胸膛 小腹 他猛地收回目光 强迫自己不去看 许七安点点头 在床边坐下 一副认真探讨的语气 既然如此 你怎么判断下一个人格愿意与我双修呢 如果他不愿意 并死却地拒绝 该怎么办 洛玉恒文言 又长又直的秀眉 轻轻促起 想了片刻 语气冷淡地回应 在生死之间 我会做出正确选择 许七安突然把手 按在洛玉恒的大腿上 既然这样 你怎么不肯与我双修 洛玉恒郊区一颤 两人距离很近 所以许七安能清晰看见 他脖梗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死也不会和你双修的 他柳梅倒树 你看你看 许七安指责道 你怎么肯定 其他的人格 不会像你一样 死都不和我双修 滚出去 洛玉恒无言以对 只能发脾气 许七安相信 正常状态的洛玉恒 是愿意和他双修的 一来是内心 有男女之间的好感 二来是 双修是在必行 但夜火发作期间 性格会产生巨大变化 甚至可以当成是 另一种人格 形式作风 便有了巨大的反差 比如这个怒人格 性格刚烈 暴躁易怒 把洛玉恒心里那点小抗拒 放大到极限 死活不肯和他双修 许七安在外屋时 突然意识到 洛玉恒昨日与他说起 七情状态中 他会失态 做出与往日不服的决定 这是不是 洛玉恒在委婉地告诉他 不要被七情状态中的人格影响 坚持按照计划形式 七日双修 一天不能查 以国师的性格 肯定不会明着说 不管如何 咱们都要坚持双修 国师 长夜漫漫 该双修了 许七安假装听不见他的呵斥 自顾自脱起衣服 长袍脱下 随手丢在一边 很快礼仪也脱了下来 许七安精壮地 充满男性阳刚的上身裸 露在洛玉恒眼里 他的呼吸猛地急促几分 愤而起身 你不滚 我走 说吧 连鞋都没穿 静止下床 亮亮呛呛地往外走 许七安一把拽住他的手臂 挣扎间 两人双双倒在床上 在洛玉恒的骄银声里 许七安感觉到了 胸膛将某出柔软挺拔 给深深挤压了 他 洛玉恒反手一巴掌 清脆响亮 黑暗中 两人保持跌倒的姿势 男上女下 两双眸子对视 暧昧的气氛在他们之间发酵 洛玉恒嗅着男性气息 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 脸颊火烧火燎 目光渐渐迷离 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身体 他需要双修来 驱散夜火 为了对抗身体的欲求 洛玉恒轻轻咬破嘴唇 获得短暂的清醒 然后又挥舞起巴掌 但这一次他没能成功 手腕被许其安握住 被按在了头顶 接着 另一只手也被按住 许其安低下头 轻轻吻着洛玉恒的脸颊 皮肤细腻 幽香扑鼻 他啃了几口脸蛋 便把嘴唇埋进了国师的脖梗 或舔或吸或吻 洛玉恒胶躊僵硬 浑身的鸡皮疙瘩 他正正地望着头顶的床腕 眼里有迷茫 羞耻 抗拒 以及一丝丝的迷恋 就算是昨夜 他也没经历过 如此细致的清热 这种新奇的感受 又羞耻又沉迷 他慢慢遵从了新的意志 不再抗拒 这时 耳边传来许其安的声音 国师 放松点 一回声二回熟 明明我就躺床上不动了 换你来 洛玉恒大怒 伸手去撕他的嘴 两人激烈抗争 床铺随之摇晃 险些打起来 幸好此时的洛玉恒 受夜火灼身之苦 一身修为无法施展 否则许其安已经被一发流星剑 送到八百里之外 许其安拽住折叠整齐的棉被 盖住它们 两人在被窝里继续扭打 慢慢地 洛玉恒反抗越来越小 床尾 一双白 嫩玲珑的小脚露出来 接着 一双大脚压了上去 伴随着小脚压的骤然紧绷 脚背弯曲如弓 洛玉恒的所有挣扎随之消失 他双手抓紧床单 红唇微张 目光空洞地望着床顶的围漫 自暴自弃式地不动弹 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占尽便宜的小子 似是不满足现状 甜不知耻地说道 国师 来 翻个身子 许其安 你别太过分了 洛玉恒咬牙切齿 又扭打起来 国师 你想不想知道 自己的膝盖能否碰到肩膀 许其安 你做死吗 试试呗 一日 清晨 床边 地上凌乱地丢着裸裙 白色礼衣 素色袖莲花的肚冬 腰带 许其安 感觉有湿润柔软的东西 在脸上不停地扫过 让他无法再安心入眠 迷糊中睁开眼 洛玉恒绝美的容颜近在咫尺 他眼里含着情意 细细地亲吻他的脸颊 脖梗和嘴唇 许其安脑海里闪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太确定地出声 国师 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国师 是那个清冷如仙子 高冷刚烈的国师 回顾过去骆玉恒的形象 许其安实在无法把眼前陷入爱狱中的女人 和大奉国师化为等号 骆玉恒抿了抿嘴 轻笑道 你昨晚不是吻得很开心吗 嗯 感觉确实不错 许其安默然地躺着 一动不敢动 骆玉恒一双血白藕壁 从被窝里探出手 勾住她的脖子 娇声道 昨晚还算卖力 但不够 我还想要 欲人格 许其安心里一动 隐约有了猜测 或许是别的 妻情里面还有一个喜人格 也是非常正面的情绪 她心里嘀咕 对于清国清城的大美人求欢 许其安当然不会拒绝 一个翻身就把她压在身上 接着 棉被有序地起伏 我还要 好 我还要 真的是欲人格 好 我还要 整整两个时辰后 许其安建议道 国师 先用个午膳吧 你我的修为 早不必用餐了 不 我还是要恰饭的 我是武夫啊 是不是不行了 骆玉恒生气道 哼 你怕是不知道武夫的厉害 我还要 国 国师 黄昏了呀 我不管我不管 你是不是不行 哼 你太低估武夫的体力了 国师 天黑了 让我恰口饭吧 最后一次 好 国师 你不累吗 少废话 你今天不准下床 国师 天亮了 某一刻 他从被窝里探出头 看见窗外天光大亮 这一瞬间 许其安喜极而泣 天亮之后 人格转换 律人格就会离开 他可以从狼窝里爬出来了 从昨夜子时开始 两个晚上一个白天 他竟真的没有下过床 终于结束了 今天谁都留不下我 耶稣来了也没用 我说的 许其安心里发狠的响 骆玉衡眼里的欲求 渐渐消散 意味着人格开始转换 他搂着被子坐起身 看着狼藉不堪的床铺 脸蛋微红 眼神带着修意 国师 我还有事要办 你若是困的话 不妨多休息一会儿 许其安忍着腰子的三丈 掀开被子下床 正要俯身 去见散落在地上的衣物 等等 骆玉衡突然拉住他的手 许其安表情僵硬地回过头 看见美女国师 美眸里包含恐惧 听见他害怕地说道 如今我夜火缠身 说不准何时就灼烧而死 你先与我双休一次 不然我怕 许其安心里一沉 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可我们已经双休一天两夜了 你不会有事的呀 骆玉衡微微摇头 抿着唇 楚楚可怜的姿态 但依旧有夜火失控的概率 只要不是有时程的把握 我心里就不踏实 我的国师实在太稳健了 许其安表情呈现轻微的扭曲 维漫轻轻轻摇晃起来 经久不息 到了中午 许其安来到一间空房 祭出浮屠宝塔 一口气上三楼 穆南之以为 这个臭男人是来哄自己的 忙冷着脸 双手合十 做出一副顿入空门的姿态 奇料许其安都不看他 静止走到塔林老和尚身前 弹坐余地 沉声道 大师 我误了 塔林老和尚一愣 颇为欣喜 你误了什么 许其安脸上无喜无悲 色急是空 塔林老和尚愈发诧异 微笑汗手 善 穆南之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雍州城 六博赌方 苗友方嘴里叼着一串糖葫芦 诗诗然走入赌方 他相貌平平 皮肤有黑 双眼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精瘦 精明的感觉 但又没有那种 市井之徒的油腔滑掉 气质凌厉 神态端正 环顾一圈后 苗友方迈步走向 摇头子的那一桌 他来赌方有两件事 一 来见赌方老板流浪 二 身上的银子快花光了 来这里赚点盘颤 投资手大喊着买定离手 桌边的赌客纷纷下注 炽热的目光追随着头中 兴奋地喊着大祸小 苗友方耳阔微动 听出头中里的头子被人做了手脚 赌方都这样 开门做生意 哪能全靠运气 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手脚 但是没关系 不管赌方怎么出老千 他都不会输 这是以前许多次总结的经验 大概从一个多月前 苗友方就发现自己运气突然变好了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有不错的机遇 最开始 连老家镇子里的富户人家的小姐 都莫名其妙地倾慕他 但苗友方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 依然决然地拒绝了附加千金的示爱 继续踏上他游历江湖的旅程 在游历江湖的过程中 他时不时地结交江湖豪霞 遇敦后前辈指点 被各路仙子们青睐 在一次和少侠们花天酒地的应酬中 一事不慎 被花魁夺了童子之身 苗友方羞愤愈绝 他的童真是要给未来妻子的 于是发誓 再也不喝酒 然后 第二天 他又和花魁滚了一次床单 好景不长 苗友方在青州游历时 遇到一伙高手 与以往遇到高手准能结交不同 这次遇到的那伙人 性情古怪 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幸好当时有他的几位好友经过 出手相助 加上自身有点本事 手段 显而又显地逃走 之后 各种巧合和幸运之下 他成功躲避那伙人的追杀 来到雍州 在赌方仅仅待了两炷香时间 他就赢了四百两银子 身前堆得满满 当他赢到六百两时 赌方一位看厂子的壮汉走了过来 沉声道 兄弟 我们老板要见你 来了 苗友方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点头 收起身前的碎银 银定 把股杖的钱包拎在手里 道 带路 然后 我们来说 一个小时的这个 一眼 来说 继续 把股杖的 一眼 写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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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